转动慈悲 富贵心灵 回归生命的宁静与和谐 灵鹫山全球网络电视台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风和日丽的天空 阳光普照东北角的浮龙 很难想象前一天 还笼罩在桑达台风过境的阴影中 浮龙小镇今天变得风光起来了 这里正在热闹赢驾海峡两岸最尊贵的客人 毗卢观音圣像 来自中国浙江省普陀山普济寺 簇拥着毗卢观音的各方信众 可说是人间的观音 他们都信仰观音 效法观音精神 行慈悲愿力 来到了这里 他们有如观音菩萨的化身 走进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伴随每一个生命的成长 这次海峡两岸的观音信仰交流 凝聚了两岸的慈悲信念 扩大实践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浮龙地区给人的印象 是蓝天碧海黄沙滩 是一个属于年轻人心灵奔驰的音乐交流殿堂 然而坐永山峰海景 拥有壮丽景之的浮龙 不仅是年轻人天下 更因为他的山川灵秀 使人们在此能够抒发心情 沉淀信灵 是一个天然的灵修圣地 事实上守护在旁的 就是全台首屈一指的观音道场 灵鸠山无声道场 一个能让心灵自在奔驰的场域 在这两岸新汉百年之际 恭请海上佛国 普陀山的披露观音分身来台 奉安在灵鸠山下金佛园区的圣山寺里 永久守护福龙 庇护每位众生 使这里的人们能够得到心灵的寄托 与观音菩萨有着深厚因缘的人们 会齐聚在此 除此之外 齐聚一堂的还有多位高僧 为我们洒尽祈福 每位手中的大杯水 已经洒下注入在这东北角太平洋的 海河交界处 让海洋平静 地球平安 护法自行车队 承接灵鸠山新道法师 以及葡萄山的道慈长老的观音法水 转往台湾各县市 洒下大杯法水 护佑全台湾 灵鸠山新道法师 不断传授观音法门 与宣扬观音的核心价值 慈悲与禅 希望观音精神 普照台湾 两岸 以及全世界 葡萄山道慈长老 迎接披露观音到台湾 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交流活动 尤其在这天灾频传 人心极度不安定的状况下 以文化凝聚的方式 无形潜移与默化 安定信念 掌养慈悲 帮助每位众生 建立善的果报 让每一个来浮龙的人 浮满心灵 观音文化节 因此更能彰显它的意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